這個雲端白板 實際上就為了取代 我們上面白板寫不了多少 現在沒辦法插 寫完之後插掉就沒有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看參考的話 你的練習檔裡面有的東西 雲端也會有一份 只是會多了一個藍色的文件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東西的 相關參考的畫面 那我會把它拍照 像剛剛那個答案 拍照是上面都有 我做的東西 Value等等的 然後還有剛剛綜合練習的第一題的解答 如果你實在是做不出來 或者做錯了沒關係 Ctrl C Ctrl V 或者你兩個比對一下 實在哪裡錯也可以比一下 至少說會有一個比較正確的參考 確保是你一定會做出來 另外的話 再來我們用方法二可以用Test 不過這個Test要怎麼做 這Test非常重要 那Test請各位先把綜合練習的 這個也許拖拉 再按Ctrl鍵 拖拉加Ctrl鍵就是意思 又複製工作表 那請你怎麼樣 把剛剛的這個結果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按右選舉 然後他會在整個範圍裡面選會是最快的方法 好 那這個地方也許把它刪掉 那我們換一個方法來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三碼 我們之前 如果用格式的方式 比如說內建的格式 假如說我這兩個出征格 按右鍵出征格式 各位可以看到在 如果你要變成三碼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自訂 那一個數字代表一個零 格式裡面一個零 兩個零 三個零 那你會發現 這個000 意思是我要三碼 它會幫你格式化成三碼 083確定 有沒有 自訂裡面三個零就可以了 那你想說 這樣子不就可以三碼了嗎 可是實際上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的格式指的是表面上看到的 但是實際上呢 它還是84 它不會因為格式而改變 只是讓你看到以為是084 所以如果說你要真的把 你以為的變成真正的 轉換為文字的話 那你就需要用哪一個函數呢 就剛剛講的TEST函數 所以TEST函數就是真的 不只是做表面功夫 而是真正做到 把它轉換成084 OK 所以 那個TEST函數呢 還蠻重要的 其實用到的機會 還蠻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再把它轉回去 Ctrl Z一下 OK 那如果我要真的轉 第一個插入函數 第二個呢 找到文字類裡面的什麼呢 TEST 不過VPA裡面叫Format 它其實應該叫Format 我覺得好像比較可理解 因為TEST好像是文字 應該叫Format 不過它名稱取名稱叫TEST 那這邊可以 可以看到 依照指定的 數值格數 數值格式 指的就是 這個數值格式 指的就是 你只要是在 格式按右鍵 那些格式都可以拿來這邊用 也就是你把它放進來 它就會按照你剛剛那個規則 真正幫你轉換的 不只是表面上看到 而是真正的結果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利用TEST 按確定 那我的VALUE 是給這個84 它會是一個數字 那你要轉成哪一種的文字呢 告訴他說 我要是三個0 就是剛剛我放在字體裡面 不過呢 它一定是一個Format 如果你看到這TEST的關鍵字 記得無論如何 前後一定要加雙一號 因為TEST一定是有雙引號 OK 有長大同學就忘了加 忘了加按確定 完蛋做出來 奇怪怎麼沒有改變 因為你做錯了 我剛確定 084 那這個084 是真的已經轉換成文字了 不是表面上 OK 那所以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剛剛的這個效果做出來的話 其實呢 我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前面這一串 怎麼樣 串到這邊好了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後面的東西 REPD加有的人改成TEST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就拿這個公式 複製按取消一下 切到剛剛這邊 也許這邊可以把它改成TEST 也許刮鬍裡面乾脆改TEST 好 那我就怎麼樣 直接切到這邊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AND什麼呢 AND就是再加一個 已經有AND 再加一個TEST 串在後面 然後呢 告訴他說我的VALUE是84 請你幫我轉成3碼 000 但如果你要4碼就多一個0 5碼就再多一個0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呢 084出現了 相對的應該比較簡單 所以你後面的部分一樣 正剛剛一樣的方法複製 直接貼上 然後把G4改成H4 打個勾 OK 然後向下填滿 這樣子 相對的啦 你會發現喔 這種方式應該比較直接 OK 至於說TEST這個函數還有什麼其他的妙用 反正 你可以參考我剛剛講的那本書裡面有一堆 有關那個什麼TEST相關的練習 另外其實簡單講起來 以後如果說格式裡面可以用的 通通都可以用他來轉換 那比較常遇到的是什麼 像這個日期格式有沒有 這個日期格式之前就有同學說 老師我要取他前面兩個年啊 那你比如說像之前有同學 直接切前面兩個字 那顧名思義嘛 你想說我要切前面七 就是切他是幾年次的 那你想說欸 我用LAPS 然後呢 這個兩個字 兩個字喔 那你看到的話你會發現喔 欸 欸 怎麼會這樣子 眼睛花了嗎 其實沒有 因為 這個日期其實裡面呢 表面上看到的 是因為他格式的關係 所以按右鍵出格式有沒有 制定一下 他其實是因為這個關係 那其實他裡面是什麼呢 他其實裡面的東西喔 是一個假設我把它改回什麼 通用 就是打回原型好了 他其實是這樣子 2萬 9810 你看這什麼神奇的數字喔 這根據官方說法喔 日期就是跟1900年的1月1號 相比較之下 差幾天的意思啊 所以1900年也是第一天喔 一直到他的生日 相距離2萬多天的意思 但是問題是 那可是問題我要抓前面幾年次啊 比如說我想要統計這邊 這邊幾年次啊 比如說70年次的有幾個人 那你可以再用conif 可是問題問題來了 你不能 如果你沒有轉的話 那你是抓不到 那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用test 先轉了 轉完之後再來切 那就切得出來 該懂我的邏輯啦 只是要怎麼做 試試看好了 OK 先用test轉喔 但是裡面有一個訣竅喔 就是先要把 他裡面的 format test 把它怎麼樣 複製起來 那貼到哪裡呢 format test裡面就好了 轉過來之後 那就會真正 是你看到的這個結果 OK 還是一招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不會喔 他要把那個日期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要跟另外一個欄位拼錯 發現奇怪怎麼拼都拼不起來 原來是在這裡 他不會用test函數 OK 請各位試一下延伸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這很多地方都是蠻重要的妙用 如果真的不會 那你可能就是 要想很多其他的方法了 那當然其他的方法也不見得是好方法 最後只好突發煉鋼的 那當然就會很麻煩 因為突發煉鋼 真的你事情永遠做不完 尤其現在資料量 跟以前以往的年代是不一樣 以往年代可能資料量很少 現在資料量動不動 都是幾萬比起跳的 那這怎麼可能用突發煉鋼來做 所以現在為什麼不得不學 因為你不學真的 你可能 能不能早下班是一回事 可能能不能升任這個工作又另外一回事 現在資料的產生速度 其實快到一個不行 所以怎麼樣有一個好的方法去 處理資料可能會非常重要 OK 那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剛剛講的那個用 Test函數 Test函數